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大爷 请吧 你站在这我咋个请吧 好好好 我走 不搅你的好事 走 小云 小云 醒醒醒醒醒 小云 小云 醒醒 小云 是我 王大爷 快点走 快点 快点 起来吗 快跑啊 起来 走 快点 咋 咋了吗 我脚弯了 你脚弯了 你脚弯了 你这痛也得走 鲁队长 鲁队长要是看见了 你就没命了 快点 起来 起来 走吗 不行 不行 我脚好痛 我脚不痛了 走 走不动了就走嘛 走吧 上里边先躲起来 走 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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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的活动 走 王八爺 王八爺 没想到你还有一副菩萨心传 王八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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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几点几点应得 你少给老子冲正经 给我开 出来 你放开我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过来 过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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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王八爺 我让你好深看的 看看我卢队长 是啥子杨刚男人 站住 转过身来 我让你看看咋个当土匪 救命啊王八爺 王八爺 王八爺 不要做孽 我求你不 不要做孽 王八爺 王八爺 你敢拦老子 今天老子毕了你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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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儿 小鱼儿 你硬是不想顺从我 你要真操不要命 好 今天老子 就让你命葬悬崖 我们俩 哎啊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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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 杀死鬼儿子了 杀 杀 杀死鬼儿子了 救命 杀 杀住我的衣服 抓住我的衣服 杀 杀住我的衣服 杀 杀 杀 听我说 听我说 赶快回龙女站 来 找丁档 找 找夹牙棍 就说我去的福江寺了 走 快点去 走吧 走 鬼 鬼儿子 呸 弟弟兄们 我把鲁队长杀死了 那你就死定了 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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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啥子呢 我 我死定了 弟兄们 弟兄们 是我网大爷要带你们去安州县发大财的 你们 你们只有听我网大爷的以后才能过逍遥日子的 听你的话 你是想当我们的老大呀 当然了 当然了嘛 我把网大爷的名字声谁人不知哪个不小嘛 我是江仲裁封得天下第一宝嘛 谁让我网大爷把旗子一摇 这 在方圆几百里的刨个码头都要认我的帖子 你们 你们以为鲁队长好凶手 这个李老大就把他踩扁了 送去当掌铁了 我网大爷 和李老大那是可以称兄道弟的 他 他鲁队长 他鲁队长咋个敢 敢和我们比你吧 好 贤子二弟言不下 李老大 李老大 还有忠忠的转转 都在福祥寺等我呢 我要是不娶 他们都不敢启示的 盧队长的死 我们干得听王大爷的 我 我 王大爷是天下第一 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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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兄弟说 说得对的吗 我们王大爷是天下第一 好 王大爷 谁敢听他的 听他的 还不如听我的 啥子呢 听你的 王麻子 你不要给我们摆这些玄龙门阵 兄弟们不会听你的 兄弟们 喂 喂 啥子不听我的 老子就不听 你敢 你敢不听 你开枪打死我呀 打死我呀 你敢打死我 你就当老大 你以为老 老子不敢哪 好 好 好啊 开枪啊 站住 你不要 不要欺人开枪啊 你开枪啊 开枪啊 开枪啊 我开枪了 我开枪了啊 你开枪啊 你开枪啊 你不敢开枪打死我 那我就 哎呀 咱灶 或更好 啊 都尖 protests 小弟们 不拥戴王大爷当老大呢 刀把脸就是下场 王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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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发号施令吧 好 弟兄们 去 去扶杨斯吧 好 小弟们 走 走 王大爷 谁 别改变了 王大爷 我找你来了 是他 唐吉士 是我的贴心动伴 王大爷 集合队伍出发 王大爷 是江大贵派我来的 要 猜到了 走 我已经通知了潜伏在各州县的特别行动小分队 他们将在三天以后同时行动 举行大暴乱 让我们祝福 我 回这座 也不能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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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杀的 谁 小和尚 对 是我杀的 他是佛门中人 你对他都要下手 他诱惑你有碍我们的行动 死 那是他自找的 出去 我不想看到你 走 走 给我打二两白杆 盛四两花生米 酒卖完了 真的 花生米呢 花生米还有点炒了 炒了花生米有啥个赤头吗 是啊 叫在嘴里没炸炸 何必把自己弄成个孤家寡人 那才是没炸炸的 炸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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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什么回忍 老子想开啥子会就开啥子会 好 开会喽 走 开会喽 安静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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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咱们龙隐镇 有的人看起来是人 实际是狗 他王马子就是狗 哦 是狗 哦 这两个字咋够写咧 哦 哦 你们要晓得 整个龙隐镇 谁是头把手 我 咋个事情 谁说了算 我 我 我这咋个写咧 你们记得哈 我这是教给你们文化 说张老师 说张老师 那三个字怎么念呢 你咋个那么笨咧 我不是刚说的吗 我 是狗 念法路 狗 是我 我 好 来吧 来吧 都 都歇一会儿 坐这儿去 干啥子 放下 不许乱拿东西 坐这儿 坐着起 歇一会儿 倒水 倒水 吃抽烟 不用害怕 我们不是土匪 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我们是龙影镇的民兵 出来执行任务 不许乱说 不乱说 这儿离福祥寺 还有多远 福祥寺 从这儿往前走 一里多路 有个岔路口 向右一拐 就是福祥寺 好嘛 了得 了得 赶快 赶快喝点水 咱们就上路了 好 这样 要望里倒 望里拐 你看 这个胳膊肘 不是望里拐吗 我看你妈 推多花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来 跟我 爹 你没有推过豆花 你爹我从小的时候 就是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 啥的时候 我推过豆花嘛 我也没推过豆花 三马子 现在我们屋里头 就我们两个男人了 要是 要是 娘们回来了 也住在我们家里 屋里头的事情呢 都要自己动手了 小子 自己动手 哦 哦 记得啊 以后 自己的衣服 自己洗 自己洗 哦 饭 要自己煮 哦 自己煮 鸟罐 要自己倒 小子 自己倒 是 要自己拉 我一直自己拉的 三马子 从小 你要是 不刮 不傻的 爹姥姥 也有个依靠在 我不刮 我一点都不够 好 好 来 听吧 你看 我们现在不去推呢 越来越顺了嘛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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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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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俩您好 一人一个案子已经判了 哦 这个判决是要当总宣布的 好好好 呃 我马上安排 哦 来的人差不多了 开始啊 安静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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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我们请安州县公安大队的秦队长来宣布公文 大家欢迎 大家欢迎 判决 判决书 下宣布公安静咯 下宣布公安静咯 却殃及了执勤民兵刘毛弟 下宣布公安静咯 下宣布公安静咯 大伙子 快点 stumbled 你别说这句话 咋的 你要说了你就浑身长疮 真的 我不骗你 我不想长疮 我不想长疮 那你就别说这句话 听见没有 好 走 狗日子卢铁汉 该杀 你 你也说我该杀 当然该杀 这家伙坏透了 你要不杀他 我都要杀 对着 对着 黄大爷 既然你把卢队长的人马拉来了 转 转小姐 你说错了 现在二级眼目下 他不是卢队长的人马 他是我的人马 好好好 是你的人马 王大爷 我们准备马上行动 杀进安州县 不忙 不忙啊 不忙 怎么不忙啊 我和我的兄弟 我刚从龙影山下来 总得 总得修正一下 李老大 您说死不死吗 对 你们修正一下 军机不可疑 我已经对各州县的别动小分队下了指令 要在三天后行动 不能耽误 三天以后吗 那还早吗 我们正好 正好可以修正修正了 黄麻子 你别以为是来愣着玩的啊 他说啥子嘛 哪一个要跑到你的破庙子头来耍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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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吗 他的三嫂子 哼 你不要忘了根本 什么根本 三嫂子是不愿意他跟我们一起走的 那倒是 要试他一下 不得大意 还有那个唐吉士 他又从龙影镇跑来入伙 有没有什么名堂 娟娟 我好想 心思不要在这上头 娟娟 等打了安周信再说 等着吧 我马上出来 唐吉士 啥事啊 你怎么又来了 我怎么不来 要是把你一个人丢在龙影镇 你活不活得出来吗 站住 唐吉士 我站住 好好回家念小姐的话 中午没的才烧火煮饭 我看你吃个屁 唐吉士 唐吉士 你是知道的 你是知道的 我是中统 我们中统的情报可是厉害得很呢 龙影镇一丁点动静 我都是晓得的 那盘旁边咱们 那盘旁边咋咋了 你晓不晓得吧 李鸦门又咋咋了 你晓不晓得吧 唐吉士 李鸦门怎么了 李鸦门打死民兵 被关进县城监狱了 唐吉士 我知道你从来就不喜欢共产党 你一心一意地跟我们干 才会有好果子吃哦 我不是来给你们了 我这么卖命地砍财做饭 你们还不相信我呀 俗话说日久见人心 可是在我这个中统面前 三天就可以见人心 鬼儿子中统眼睛里头有毒用 那咋办 不用怕 他鬼儿子也就是有点怀疑 我们没得啥子把柄 抓到他手里吧 他们三天以后就要行动了 我们把他骗到骗到安州县 那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这几天说话千万千万千万小心哦 什么 我家妖门被抓起来了 他打死民兵 共产党能绕得了他吗 老子马上派人去救他 别急 过两天就要行动了 到时候炸了共产党的军火库 再救他也不迟啊 记住 你和共产党是不共戴天的 你只有与他们拼死血战这一条路 什么菩萨也改变不了 什么菩萨也改变了 什么菩萨也改变好了 你代替他 lookout 小鱼儿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了 杨柳老师 怎么了 你别哭呀 你怎么了 怎么了 你说的情况很重要 我马上向姜出去汇报 你回来有啥打算呢 我不想回老家了 那你还回李家吗 我也不回李家 那正好 杨柳的意思呢 让你先暂时住在我们家 也可以到学校去帮帮忙 要的吗 小鱼儿 你先去嘛 小鱼儿 我马上去县城 找他李姚妹签字 我离婚咯 不离老子了 同志 您好 我是龙隐镇 乡公所的所长 潘龙 这是我的介绍信 你咋个不说话呢 你好生看清楚 只要在上边签上你的名字 我们的事情就完了 我忘记了你写不来字 你只要在上边按个手印就可以咯 你只要在上面按个手印就可以咯 我再来 你好 你怎么还要 你是不是 你呢 这就要的了 我们扶起一掌 这是你最爱吃的五香瓜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话话说 只要告诉你们妖门判刑了 就要长窗 你说啥子 啥子呢 妖门判刑了 妖门坐车车走了 她 她坐哪个的车车走了 解放军的 解放军 咱个早得这么凶吗 哎呀 归儿子的潘陀伯 连自己的婆娘都黑气整喽 潘陀伯 黑气死 这个狗子的潘陀伯 今天老子和他拼了 我要和他拼了 不能走 不能走 哎呀 更要惹祸事 哎呀 你不要拉着我 放开我 归儿子 给他抱着啊 喝他拼 老子和他拼了 我要喝他拼了 归儿子 潘陀伯 我要杀了他 我要喝他拼了 归儿子 潘陀伯 我要杀了他 我要拼了 拼了 哈哈哈哈 哎呀 老婆 你陪我回去睡觉去嘛 陪我回去睡觉去嘛 睡家嘛 老婆 你陪我睡觉去嘛 陪我睡觉去嘛 老婆 小鱼儿 我 我到处找你 我已经去过县城监狱了 他里妖妹儿 在我这个离婚申请书上 已经摁了手印 我跟他正式已经离婚了 腰妹夫 哪个是你的腰妹夫 我跟你们李家腰妹儿 已经正式离婚喽 没有关系喽 刮娃子才离婚 哪个刮娃子才不理喽 你看啊 啊 小鱼儿 这 你给我拿过来 不拉 你给我拿过来 这不拉 你给我拿过来 不拉 你要不拿过来的话 我喊明明管你了 狗子的盼头伴 你敢骂我 你连老婆都要黑戏赞 哪个做的 我妈说的 给你拼了 刮娃子我不理喽 你放下老子 咋不说 你把老子拼了 加油 咋不说 刮娃子 老子给你拼了 放下老子 你干啥子 老子给你拼了 你干啥子 你把老子放下来喽 你干啥子 你把老子放下来喽 你干啥子 好好玩啦 救人 救人啦 好好玩啦 救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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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龙啊 你这伤怎么样啦 救人 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 他关了他 他关了他把我抱起来 吓了 吓了 我吓了 吓了 吓了 然后我吓了 吓了 好好好 行了行了行了 你去安心养伤 家里的事呢 叮当会挑起担子来的 是啊 潘龙 你放心吧 家里的工作有我呢 你 家里我 我能行 我 我过来 我去 我去 我去考虑 好好玩 请让你们休息 好好好 那你好好休息啊 再见 江叔姐 三娃子怎么处理啊 我有个想法 易老山 相公所呢 已经研究了 决定呢 把三娃子 送到丰人院去治疗一段时间 你们 要 要送三娃子 去丰人院 干爹 这其实是为了他好 去了那儿就安全了 好吗 我明白了 那就送吧 明白就好 好了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我们李家 这回全完了 二娃子死了 妖门关起来了 小鱼儿又走了 他 就剩下一个 傻瓜细细的三娃子 还给送到丰人院去了 你 你还指望他呀 不指望他指望谁 李家的香火 那就靠大娃子往下船了 可他现在 还在和解放军共产党作对 和解放军共产党作对 干爹 你 你要去找他 对 我要上山 劝他 和平起义 我要劝他 他 不能再和解放军 共产党作对了 干爹 你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上一次他告诉我 他们都在 福祥寺 不能去啊干爹 太危险了 有啥子危险呢 他是个当官的 是大队长 我是他爹 他们敢把我怎么样 不行啊 我非得去啊 不然我们李家 就断子绝孙喽 干爹 干爹 这可是件大事 你最好还是去跟 丁丹和江书记他们说清楚 你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 得他们同意才行 不行 李老大绝不能去 李老大虽说是个孝子 但关系到政治前途的大事 很难说他会听爹妈的 我们已经派了王药组去 就不能让李老栓 去缴篮计划了 嗯 我知道了 干爹 江大柜说的对 你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那是一土匪窝 你不能去 大娃子是我们家唯一的指望 要是没有他 我活着还有啥子意思 我还有啥子笨头嘛 哎呀老头子 你要听劝嘛 干爹 你得听政府的 听江大柜的 好吗 好吗 我听政府的 听江大柜的 我不上山了 干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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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爹早上还是跑走了 这个李老栓 他硬是去了福祥寺 他一心想保住李老大这个儿子 他这样去会给王耀祖添出麻烦来的 好吗 细之词 就只好看王大爷的本事了 李老大都好对付 娟娟那个中统特务 王耀祖不是对手啊 站住 别 千万别开车 我是上山 来 找你们李大队长的 他是我家大娃子 叫李渊福 是李老大爷 李老大爷 请 请 是李老大爷的吗 老妈子 还活的 很舒淡 盒子泡又别到你的腰干爹了 你来干啥子吧 干啥子 我是你的干老丈人 我来看看你死没有死吗 你要是死了我就捡几块骨头回去 告诉我的干女儿 赶快让她改架 你是你是死了成 脱手说起话的这么大人 爹 你咋该来了 大娃子 爹爹爹 你别哭嘛 走走走到我房间去 哎呀 二娃子死了 哎呀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二娃子也疯了 李老船 来得真他娘不是时候 你我两个 你我两个以后 说话做事 是一丁点差错都出不得 弄不好脑壳就没得了 那我就做哑巴 那就更要露劲了 该说的时候 长气喉咙使劲地说 不该说的时候 一个字都不要往外冒啊 我就那么清楚 啥时候该说 啥时候不该说 看我的颜色行事嘛 腰带 爹 我咋能和平起义呢 你咋个不能和平起义啊 你就把队伍带下山 向共产党交强 就像王麻子当初一样 这不就叫和平起义在 爹 你真是糊涂啊 那王麻子什么下场 不又投到我们这儿来了吗 我还不晓得 那王麻子是让你们把他抓上山来的吗 不对 王麻子是被共产党关起来的 我们要是不救他 他就没命了 我说大娃子 我们李家就你这一根毒苗苗 你要是飞走这条死路 我们李家那就段子绝孙了算 去吧 谢副官 你在这儿做啥子来 大队长老太爷来了 我来看看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力 有事我会叫你的 是 黄大队长老太爷来了 你来做啥子 李大队长老太爷来了 李大队长我来看看你爹 也就是我的干老丈人顺便给他带一瓶酒 进来吧 好 李大队长 带一瓶酒给你接个风 哦 哦 马子我活出性命救过你 你该效尽我才 啊 啊 啊 该效尽该效尽嘛 爹山上了 嗯 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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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爷 啊 你陪我爹摆一下 我还有点儿事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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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刀子 嗯 我跟你说的那些话 你要好生想想哦 好吗 好吗 李老爹 说 你 你到这儿 这儿来干 干啥子的吧 我来干啥子 你管着着嘛 我晓得 你是不会平白无故到 到 到山上来的吗 嘿嘿 我是来看我大娃子的 啥 啥 啥 老子没有啥 我 我晓得你是来干啥子的 那你说嘛 我是来做啥子的 你是来喊你家大娃子去救妖妹子的 哦 哦 哦 是是 你家妖妹儿 管 管在县城的监狱里头 那儿有解 解放军的公安部队在把守 守得严得很 你 你这不是喊 喊你家大娃子朝 朝枪口上装吗 哎呀 汪妈子 我们家的事情你就少插嘴 妖妹儿又不是你的女儿 你当然不心痛 哎 可惜啊 大娃子 恩是不听我的咱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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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为这个事情到山上来的哦 那你说 我为啥子事情上山来的 俗话说 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 你一郎传的心是我什么透了的 哦 你是 你是不会让你家大娃子冒险去救妖妹子的 你你的品性断然不会出此下车哟 说嘛 到底来干啥子的吧 我是来看你的嘞 看我 看我 看我干啥子嘛 妈妈子 嗯 我问你 你想不想和我官女儿过好日子嘞 咋咋 咋会不想呢 你要是想啊 我就劝你 想共产党自首嘞 请求政府宽大处理 那样你才有盼头嘞 我 我就是要有盼头 才要跟你叫大娃子去 去大干一盘嘞 方妈子 你恩是 要走这条死路啊 我跟你 我跟你叫大娃子干大事情 就是死路 哦 咋个不是死路嘛 死路一条哦 你笑啥子嘛 老东西把啥子都说明白了哟 哦 我啥子事情说明白了 李老帅 你你用不着瞒我咯 跑跑上山来看我 你你你会关心我的死活呀 你是来劝你家大娃子和平起义的 哦 好了好了 王妈子 你恩是比鬼都惊哦 我就不瞒你了 不过刚才这些话 你可不能对外人说哟 你你硬死来劝想的哟 是在 江大贵派你来的 不是江大贵他不要我来 是我自己跑上来的 你 你 你咋 你咋 王妈子 我咋搞 我家二娃子死了 三娃子疯了 我就剩那个大娃子 我上山来保他的命 那你家大娃子咋个说嘛 他 他不肯哟 他 他当然不会肯嘛 以他那 那 那种身份 他 他就是向共产党投降了 也不会轻饶他呀 王妈子 我就搞不懂 你咋个也和他们一起 和共产党作对战 这就叫啥个想 想不懂嘛 俗话说 上哪个坡 唱哪个歌 我是被 被你 你家大娃子给弄上山来的 我咋个敢乱说难懂嘛 王妈子 我那干女儿在龙影这种 八心八干的等到你 你还要不要和他一起过好日子 你听清楚啊 我只有 我只有在这儿好生的干 恐怕才会有好日子过呀 好生在这儿干 我 我看你是 拿这个国王脑壳去碰石头墙哦 你就 你就根本没听懂我话里的意思呀 我 我只有在这儿 大干一层 才 才会 才会有粗路 大干一层 王妈子 说起来 说起来 你我都是共产党要收拾的人 可我心里清楚 共产党的天下 那可是铁打的哟 就你们几个 就想把共产党共犯哦 我劝你是赶快回头哟 你就是个木脑壳 你就看 根本听不懂我说啥子 我王妈子不用你操心哈 你以为这是茶馆 你跑来喝茶哟 你给你家大娃子摆摆龙门镇 你想下山就下山 你就拍拍屁股能走人是 大公 我大娃子在这儿 那就是田王老子 哪个敢把我怎么样 那 那你就试试看嘛 木脑空 不晓得王要所在山上的情况怎么样了 他不要为了帮李老栓把自己给暴露了 他要一漏了信那就前功尽弃了 我得马上到县里去报告情况 做最快的准备 有空的时候 你去看一下三嫂子 叫她别着急 我知道了 李老太爷的到来 我们军心更加稳定 说明我们党国的事业蒸蒸日上 来吧 举起杯 为了明天的胜利 干杯 爹 吃菜 我现在找个吃得像嘛 我知道 你是上山走累了 少吃点 吃了饭 吃了饭我陪你吧 哪个要你陪呦 好 好嘛 那就叫你们家老大陪吧 李老太爷 一会儿我跟袁福一块陪你 嫂子 你 你叫她袁福 对啊 我叫她袁福 淘娃子 你们两个这是 哦 我们是一对好搭档 这 这是真的 娟娟小姐开玩笑 大娃子 你可要小得厉害哦 你好 李老太爷 好像对我有成见呢 不敢不敢 娟娟小姐是个中统 身份显贵 我咋个会对你有成见呢 李老太爷 您儿子才显贵 现在啊 已经生了少将了 我们八戒他都来不及呢 糟糕 你生少将了 爹 这都是嘴上疯的 就像当年 抓壮丁时候的伟人状一样 你才不能接这些伟人状呢 现在人家是把你往刀口上推哦 爹 你你你不要说这些扰扰乱进去的话嘛 王八子 你少给我扣帽子哈 你娃娃没有让共产党敲了你的沙冠 你敢在我的面前至高降的 我看你这个抽架子是见长啊 还乱说 王八子 王八子 你你是个有婆娘的人啊 你不能叫我的干女儿当寡妇哦 那那 那阴凡他妈就是当 当了寡妇那是共 共产党害的嘛 我 我和共产党不共对天 王八子 你以为你和共产党作对那是好耍的错 你就是不丢性命 也要弄个缺个不少腿 到那个时候 我的干女儿 连家门都不得让你进 我 我就是把 把命赔进去 也是心甘情愿的哟 哦 王八子 你这是坟地里撒花椒 马鬼哟 你 你啥子时候打过场 你啥子时候杀过人吗 爹 你才不晓得呢 王大爷啊 现在开了杀戒了 啥子 他 他开了杀戒了 他杀了哪个 杀了卢队长 刀把脸 那几个狗似的 早该杀了 王八子 你这不是办了共产党的忙是 哪 哪个办 办共产党的忙吗 我这是帮 帮娟娟小姐的忙 帮你们家打 打娃子的忙 你说死不死吗 娟娟小姐 你今天的话才多呢 不说了 不 不说了 李老太爷 是被共产党吓破胆了 吊死 吊死吧 要不就是 啥子吧 算了 我怕说出来我们大队长面子上挂不住 我有什么挂不住的 我爹啊 从来胆子就小 赶到这福相寺来的 胆子也不小啊 娟娟小姐 你有话就说 少营养怪奇的 李老太爷 该不是被赤化了吧 赤 赤化 赤化是啥意思啊 就是 就是怕 怕你是共产党派来的 你算 我们屋里头 妖门被关起来了 二娃子死了 三娃子送到了丰人院 我这次上山就是来看大娃子的 我们李家 就这么一个儿子了 我是怕 我是怕她 爹 别说了 我是怕她万一有什么意外 我们李家 就指望她喽 李老太爷 你放心 我们马上就要行动了 蒋总裁 蒋总裁现在还在成都 他老人家 以自我为表率 身先士卒 给我们鼓劲 给国军撑腰 全面反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青天白日期一定会到处飘扬 来 我们再次举杯 为我们胜利的明天干杯 爹 来 我给你揉揉脚 大娃子 这么多年来你在外面做事 你小子是头一次孝顺我哟 报告 想 尚风来电 问我们准备的如何 你告诉他 我们会按时行动的 是 啥子行动 爹 这是军机 你就不要多问了 我才不想知道你啥子军机 我告诉你 你要是真孝顺我 你就不要和共产党做对了 爹 你就不要多讲了 娟娟小姐有啥子吩咐 你去找李老舜聊聊 看他到福祥寺来干嘛 他说过了嘛 他是来看看他叫大娃子的嘛 你信啊 那你呢 我当然不信啊 我也不信 一会我去问问他 看他来是干什么的嘛 那好 你要想办法从他口里套出真话来 小的 我小的 对 对付李老舜 我还有的是办法嘛 去吧 那我去了 菩萨保佑 保佑我家大娃子平平安安 保佑我们李家香火不断 菩萨保佑 保佑大娃子平平安安 保佑我们李家香火不断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王娃子 你要多行善事多积德哟 我王大爷从来都是行善积德的嘛 你要是行善积德 你就该帮我 帮我 圈圈大娃子在 让他和平起义嘛 你就不怕 你不怕 你不怕 我说暗球了 不不不止好歹的个鬼儿子用 太过分了 李大队长 我只有如实地向卷卷小姐禀报 你你不要怪罪我 我倒要看看 他会把我爹炸样 卷 卷小姐 快说 我 我找 找个李老璇咯 他怎么说 李老璇说他就是来找李老大的 他要 他要劝李老大和平起义的嘛 真的 那你怎么说的 我说 我说你 你鬼儿子 千万不要 不要拿这话 让卷卷小姐知道了 你就找不到嘴巴吃饭了 你怎么这样跟他说呢 我只有 我只有这样说 才能 才能把他下在岛上 他要是把这话传给李元福呢 我 我又说错了 该死 我该死 去死吧 我 我说话 我说话 我就是要你牛顶是马 马蹄是牛 李老太爷 天这么冷 你一个人坐这儿啊 一个人闷在屋里别的慌啊 刚才 王马儿子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说啥子 他可能误会我意思了 他可能误会我意思了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要是有所得罪的话 您别放心上啊 今天咋个了嘛 千千居然在我的面前说软话了 毕竟 毕竟我们关系不一样嘛 不一样 我们啥的关系哦 难道元福没跟你说过吗 我的 我明白了 千千小姐 既然你把话都挑明了 那我也说两句 我们李家 除了大娃子 这么个武刀弄枪的当兵的 我可一点都不希望他再找一个啥子 武打 更不想和你们那个总统沾边 我的话 你总该听明白了啥 您是想棒打鸳鸯啊 你是啥子鸳鸯啊 我看你啊 还就像那个冬天飞起来吃人的饿老鸭 我们家二娃子就是受了你的骗 才参加了个通通的 饿老鸭 谢谢你的抬举 知道我是饿老鸭 还敢跟我过不去啊 不敢不敢 我哪敢跟娟娟小姐过不去啊 不过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我已经问过我们大娃子了 我们大娃子对你啊 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 再说了 我家大娃子是出了名的孝子 我的话对她来说那就是圣旨 是 啥子呢 你让我去杀李老甩 对 李老甩她就是来劝详的嘛 这个李老大她也不会听她的事 必须杀 杀不得 怎么杀不得 要是让让李老大小的喽 那可就不得了喽 我要你暗中动手 我 我不敢执行你的命 你不杀她我就杀你 好好好 好吗 好吗 今天晚上就动手 要的 记住啊 要是走漏了风伤 那我就帮不了你了 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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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老船 黎老船 这个深 深更半夜的 这个黎老船 黎老船会 会跑 跑哪儿去嘞 王娃子 师傅 你到这儿做啥子来 我带 我来找你爹说说话嘞 我爹来 我 我就没 没 没看 看到他嘛 那我爹到哪儿去了 你会不会对我爹 我说黎老船 你说我 我会把你爹 把你爹咋 咋个吗 我是敢把你爹咋咋了 我还敢坐到这儿吗 咋躲起来咯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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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怎么回事ków 爹 爹 出来 一定要找到我爹 快找 快找 赶快找 快走 你们跟我来 大队长 我去贺边集合我的弟兄 分头 分头去找李老大爷 快去 干得不错啊 我 我还啥都没干呢嘛 什么 我去吧 圆福 是不是你干的 圆福 我和你一样的急啊 真的 我明告诉你 我怀疑的就是你 我会搞清楚的 我会搞清楚的 我会想做 李老太爷 李老太爷 爹 爹 李老水 爹 李老水 皇帝 皇帝王帝 爹 你找我什么事 你去问一下唐吉士 好 唐吉士 你和王帽子把李老船弄到哪去了 我问你话呢 你咬巴了 你有啥事都去问王大爷 我不晓得 回我话 我问什么你就在答什么 还不吭声 怎么能死住啊你 老子非崩哪你不 都许动手 都是自己的弟兄 怎么弄得像窦红眼的公鸡 唐吉士 老子以后再收拾你 老子哪个都不怕 你个鬼儿子 远夫 我仔细想了 我仔细想了 干这事的 肯定是王麻子 可他昨天跟我说 说是你派他来探听我爹来意的 我 对 我什么时候派他来的 一派胡言 胡编乱造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王麻子干这种事是最多心应手了 老子马上审问他 不 不 先别审他 先审堂吉士 这样也有回旋的余地呀 唐吉士 你只要说老实话 我就饶你不死 我真的啥都没有作用 你还是不承认是吧 给我打 快走 一大队一长 为啥子要抓 抓我的兄弟来 别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